新乌乡的清华高中目前拥有超过2600位学生 18种科别是当地的教育中心之一 民国100年同时也是建校满40周年的校庆 校方准备在这个礼拜六要扩大举行 并由全校师生在前一天采接游行 邀请乡亲一起来庆祝 校庆40周年的一个系列活动 我们特别整出校园 整出健康 整出阳光 超场上全校集合准备出发 新华高中的学生们早就准备好各式各样的道具 要热热闹闹的采接游行 看谁最能吸引目光 甚至有同学步骑男扮女装 脚上踩着高跟鞋走路还得同学参幅 会跌倒 怎么会跌倒啊 你是男生吗 为什么你是Lady Gaga的造型吗 这次清华高中的采接路线 从学校绕行市区到新乌乡公所 来回大约三公里的路程 学生们不仅不觉得累 还很乐在其中 看到镜头纷纷拿起自制的牌子 宣传校庆 采接运动 揭开序幕 希望明天也要创造四周年的校庆 还有活动都顺利圆满成功 我们蒙到天时地理人和 这个表示清华高中 这个前途无量 那么今年又新逢建国一百年 这个双死临门 希望渤海同伐 这个神校师生 能够这个大家共襄顺己 清华高中在校庆当天 有新的活动中心结牌仪式 还有邀请第一任董事长吴博雄先生参加 从上午九点开始 一系列的热闹活动 一定非常精彩 春日佛唐有先新闻 陈明眼采访报导